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方高大帅气 是一位整形医生 在一起还是很般配 不过婚后两人一直异地 并且男方在生宝宝的问题上难以与阿娇达成一致 所以婚姻也没有维持太久 目前他又回到了单身状态 近日有消息称他在酒店不慎摔倒 头部受伤严重住院治疗 因来了网友的关注 他的老板杨寿成表示 他可能要做两次手术才行 伤势并不严重 但是网友觉得应该还是比较担心的 如果真的不中也没必要住院 更何况还要进行两次手术 而蔡卓妍表示接到了对方的讯息 看到发来受伤的照片 用了四个字回应 吓得要死 看来真的很严重 据悉 他的幼额骨受伤 缝了数十针 不过目前状况已经稳定 并且还晒出数口照片 看来应该没有大案 头上缠着纱布 还在自拍 心态还不是不错的 听闻他受伤的消息 他的好友荣祖儿和顾问希马上成鸡蛋下门去看望 毕竟是自己一个人在外地 需要有人照顾 能够看出是真朋友 蔡卓妍也表示很担心 只是由于工作的原因 不能感到 但对好友的病情也表示担忧 而同时好友的周扬青却没有任何举动 也没有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对阿娇的关心 两人之前经常会晒出合照 抬起了个青娇 娇组合的名字 周甚至叫对方老公 一直被认为是最好的闺蜜 当然 也可能私下里表示过问号 没有在对外公开而已 很多网友表示阿娇还是很幸福的 虽然受伤了 让人很心疼 但是看出了好友的态度 患难见真情 有这么多好朋友关心 已经足够了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